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大脑思维系统出问题了 不断的轮回的讲这句话 就说明他的思维不流畅 大脑细胞受到阻碍 血液循环没有正常的运作 所以人才会讲 你比方说我今天说 这个是这样的 我想过 这个事情他主要 还是要多想 我想过这个事情 我也不想讲 但是我想过 你说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吧 你告诉我 反复思维 在心理学上叫反复思维 反复思维就是自闭症 强迫症 强迫症就是反复思维 比方说我明明出了门了 我钥匙带了吗 我这煤气关了吗 我这门关了吗 强迫自己去想 明明关了 我关了没有啊 我关了没有啊 我再去看一看 我再去看一看 这叫强迫思维 强迫思维就是 人家说就是那种强迫症啊 强迫思维 强迫自己说 这个人我得罪了 哎呦 惨了惨了 他又会害我了 哎呀 这个人我跟他不好 今天我这个事情 我讲了之后 我得罪了 丈母娘肯定生气了 人家想都没想 你就是强迫思维 听不懂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是为什么 有一个讲话挺流畅 你为什么不流畅呢 流畅的时候 血液循环流畅 思维逻辑强 比方说脑 脑部长期的运作 那就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汽车开的肠 为什么会热了 头脑发热的话 是不是会运作不流畅了 有时候缺水的 对不对啊 如果你长期的流畅 你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 你告诉我呀 嗯 啊 那就需要保持血液循环流畅 对 最主要是大脑清醒呀 大脑清醒 用什么方法知道吗 我教你好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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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要寂静 听人家讲 你不讲 你讲出来话就会流畅 哦 你一直讲 讲到后来 你就把自己把自己锁在你的 这种假想思维当中 对的 您说特别对 我觉得有时候讲很多话以后 确实 忽然间觉得 哎 说话说不清楚了 啊 说不清楚 越说越糊涂 越解释越糊涂 越解释越讲不清楚 你现在学会听 听了之后帮自己来理顺自己的逻辑 大脑的思维逻辑 理顺之后你再回答 你说会会讲五六句一样吧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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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 我认为 哎 其实还是不讲好 但是呢 我认为他还是应该 呃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脑自己坏掉了 是的 好了 听得懂吗 嗯 所以 所以心理行为 六次以上 你要好好地检查自己了 对不对啊 就是师傅说 考验一个人 是不是有老年痴呆症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生的孩子 他们的牙齿是什么颜色的 白的呗 老年痴呆的象征 白的呗 白的呗 小孩 一个baby刚刚生出来 没有牙齿的 哦 没有牙齿 哎呀 哈哈哈哈 你快已失了 哈哈哈哈 脑子坏掉了 哈哈哈 坏了 现在知道了吧 小孩子生出来 哪有牙齿啊 哈哈哈哈 是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那心理学里边有很多 很奥妙的东西 很好玩的 我们现在学习 咱们就特别重视这些梦境啊 嗯 因为有些 有些梦境是菩萨给我们的 一些提示 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 如果是让业障比较重的话 灵性或者说魔障也会给我们 托梦 然后就是啊 就是让我们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有没有这种情况 会会会 对对对 因为啊 之前就是有一个师兄 让大家一起去做投资 然后嗯 然后这几个师兄就分别上香问菩萨 说这个能不能做 然后一个师兄就梦到说那个发大水 把人都冲冲下去了 然后这个师兄就上岸了 所以他想这个肯定不能做 然后另外一个师兄就梦到 好像梦到什么活鱼啊 什么什么的 他就觉得好像有才艺了 去做了 结果就 闲就亏了 那他觉得当时这个梦境还是挺真实的 但是 所以我就讲给你听 你就知道了 这两个梦为什么有不同两的结果 第一 要看这两个人谁修的好 如果台长今天梦见发大水了 对不对啊 如果台长今天梦见鱼了 你说 你今天去投资会不会赢 肯定的吧 嗯 你这两个同修 一个梦见发大水 一个梦见鱼 那么肯定是梦见鱼的人 没有功德 或者没有好好修心 听得懂吗 嗯 而那个发大水的那个人 肯定修心修的比较好 菩萨给他正面的启示 嗯 明白了吗 嗯 感谢师父 啊 跟鸡不一样的 啊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你看 西方教他们都是叫 也叫启示录 对不对啊 给你启示啊 都是这样的 天上给你启示 你自己 非要这样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呢 一个人非要娶这个女的 对不对啊 结果呢 嗯 结果家里爸爸妈妈 一个反对 一个同意 他自己拿不准 结果拿一个 嗯 就是甩着 就这么甩一下 看看那个天上给他 一甩 不行 结果他就说 啊 这个不 这个不对 我们来 再来甩一下 一甩可以了 结果没有成功 嗯 有的时候给你启示 就这么一次 菩萨不会陪你玩的 给你一个灵感 可以了 哪有你啊 你 你这个 五十次不行 你再甩五十一次 哎 成功了 我就是成功了 骗子 骗自己 听不懂啊